CT这个位置先来了一颗雷 GFY还是想打 小鹿这边直接将Pyro的AZ给连打逮捕 骑力量摩托车嘛 没办法 跟那个架枪 这位置没掩体的 你看黑猪的枪还是硬 那远点 GFY的一个出枪 倒了 这个位置五颗椰还是有机会能救的 没问题 很危险的 队友不好扶的 小海也被发现了 小海眼体不好 这小鹏换了迷你都这么准 也不能说变强嘛 就是倒回了状态 相较于之前不好的时候是变强了 对的 相对论 这一波的遭遇战的话呢 本来刚刚也是海子哥想要去帮忙给队友去加加枪 但是毕竟地形优势还是GFY啊 枪线又广 而且又是一个制高点 人晕了 这个车 720 操作是有点大胆的 是的 而且Code19那个地方它也有厕所的位置 它可以自己去 不应对不掉的话 你拿它也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的 主要是它周围可能很容易上人的 就泡旁边阿童无没有掩体在拉位置 小鹏也在拉 鸭皮能操作 就看Summer Summer还没绕到背后去 是 它现在在找 那能操作的 哎呦 出大事了 第一时间没找到 但最后彭无情还是收救了鸭皮 那这个位置是可以扶队友的 毕竟才二阶段的篮拳伤害 如果一梭子安到底的话 其实机会也不大 对的 因为会落地之后有一个无敌的时间 零伤了 后面这个补人出现了点问题 他全都要吗 倒了 没掩体 腰压了 腰压了 得要应对 队友崔奇伊可以直接被释放出来 找机会 其实零术是可以稍微架一架的 但另外一侧 奇伊那边出枪 明明直接被放倒了 NFIP现在就只剩下 防区当中的 换神一个人 我的天罗 优势有点大的这局 对 它那个位置现在很 现在换神 我就拖你 换神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是的 天罢要走 还有扫车的风险 天罢现在很急 因为蓝圈炮过来 人的血量会越来越低的 换神 遗传多的可能性也存在 又来一颗雷 今天没有往里进 还是白的 跳起来了 那最后奇奇是带走了黑子妹妹 啊 YRP在这局当中 直接先被淘汰出局了 CTV北边的战斗 XCG贴到了 哎 博泰这一组 扫车没有 反正打下来反而自己没了 是的 这一波纯是自己的一个失误呀 KRG为什么只来了一个人呢 这个位置菠菜踩下来 其实队友如果都到就好了 没脱节感觉还能接 是 他那个位置如果 悟空会有警觉的 今天小凯已经下车了 没错 小凯对小轩 小ZB的战斗 打了一个大残 但是二连血先溜 侧面白龙马再拉扯了 小轩很难秀啊 主要是这种水塔的位置 你不好打协同枪线的 本身人就少 对的 弗莱尹纪念一打一 柠檬露了一个头线 看到了 下一波可peak 对 想走 捏道具 这个台平台可能要被抓住 但是对面的枪法很准 弗莱尹直接将柠檬给打掉 对的 反过 pick位优势太大了 这就乱打 完了 这位置 啊 崔青一倒了 但是能抽他们的人太多了 偷把的神 法棍教父 树先生 二架一 两个战队 架一个战队 进也进不了 这种 屏蔽一点招都没有 而且四阶段的篮拳伤害了 这个伤害也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真说可不吧 林树肯定拿捏啊 GFI真的很难玩的 这个地方翻车了 就没什么操作 刷刷道具 蹦蹦 别浪费了 哎 这个车翻的 列大开 确实顶过去其实也是相同的结果 也很难玩 只能说你顶过去有一些可能性吧 对 能移一下 在那个位置你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天霸四个人在守着 南边覆外面找了一个机会 几圈了 连续放了两个 悟空也掉一个 两支队伍的 也倚了 提前封了烟 这个位置直接往车头去点心打一个 血量不多 14滴血 给一颗闪 还有操作的空间吗 哎呦 自己也被自己扔的闪给白了一下 刚好小凯是背闪 是的 是的 近点天霸顶了过来 五阶段 天路要开始处理天霸了 小同的出枪引爆了载具 唐弟弟直接被炸到 扣着119 那边和CG也是有一些摩擦 林树得给兄弟架枪啊 但是这位置林树也顶到今天来打了 对 这种底破打高破的话 只能不断的给道具 然后往前去顶 拖是拖不住的 那太难打了呀 高打敌夹掉枪线 这天霸怎么操作 往右边不好打吧 右边还有敌贴 自己小同拉过来了 打残了 崔奇耶 放倒了林树加上这个萨萨的枪线 锁定了位置 一颗燃烧瓶 要往前去顶了 没问题 依赖着地形上面的优势啊 处理起来 确实字路很清晰 两个人架一个 天地地先放倒了17兽 但血量也不多 要被追着打 零星一趴 再站起来 等呼到提前枪 但血量实在是太低了 那17兽这个位置是可以扶的 扶起来之后 再去推这个反坡的话 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最关键的一个位置被拔掉 这个处理太快了 很快 反应一点点毛病都没有 TU把林枪给打倒了 那这个反坡不太好贴的 直接顶厕所 考虞身上有伞 全伞 全白 敬离 还能继续操作 继续丢伞 大声位 但得亏第一时间 对面也是让位置了 没关系 有架枪的兄弟 这波配合 SMS教练很满意 是的 他枪线角度是有的 要推掉DT之后 还得要想想 头顶上天鹿的一个枪线 天鹿已经来了 是的 投资物扔出去了 但自己也是大声被被放倒 好难冲啊 真的 天鹿有120分的世界赛积分 淘汰分数只有44个 但是他们总分有107分 真打得可以猛一点 那萨萨萨连续的把 小冬把速度击倒 萨萨把里格斯的分数先拿下 依旧位置很有优势 头顶上 一直在看脚底下的17 DT撤势拨了上来 但是EV1没有打掉 QQ的一个补枪 小冬再要补人的时候 自己被放倒 原来有人在抽啊 是的 被抽的受不了 还好队友就在旁边 给了两颗闪 得要往前面去清一清了 锁定了位置 提前枪 解决掉对手 没问题 这优势巨大 这个时候队友还可以服 而且脚底下的17战队 也没有什么 在天路和天帮那边打的时候 就已经把悟空那边给清理完了 是的 自觉思路上很OK 西边打完有反坡 能继续向前推 在眼里面混着 还没被打掉 速度要出来操作一下 打了一个 然后自己被蓝拳给带走了 能扛走吗 好像来不及 来不及 这个位置 但是现在把你扶起来的话呢 这一分就给不到17 不想给分了 对对对 因为去也是进不去 因为去也是进不去 天路知道自己这个圈形进不去了 对 扣的 扣的吧 SMS给击倒了一个 而且防区架枪位倒了 你如果那个位置倒了的话 太远了呀 对的 DT现在头都麻了 天路这个位置不走 DT不敢给我点啊 还被炸的堆倒一个 蓝圈来了 这个影响很大 高兴这波失误了 起来还在打包拖了结 就一辆车 就这个草垛子 隔几个太难了 没有地形可以去操作呀 这太吃力了吧 反而是FTY一开始去拿掉了这个点之后 他不断地吃到了圈 车要炸了 嗯 主要是看分是谁的 啊 麦多没了 麦多没了 最后FAM是收下了这几分 FTY呢 因为他那个位置的点是在 别能打他以外 其他位置都打不着他 他也干不了什么 太多的一个事情 萨萨还在 对 小洛开车去拉了一根枪线 像这种地形 其实就是看谁的这种小地形的优势会更大一些 嗯 更多的操作空间 高点的枪线威胁没有了 FTY现在是可以去操作了 嗯 那这样没有了 高点的压制里 FTY正面可以去接货F 是的 另外一边也直接打了起来 6-1和Code都倒了 高新也倒了 SMS正面防守没问题 再来一颗道具 只剩太空人也太难了 混炎 还被炸到了一些血量 T5进来找人 先补拿分 打得很理性啊 直接选择回撤一波 等烟散了之后 再淘汰DDT 嗯 已经结束了 西边在打架 FTY可以 正面 他路易死血 没有更多的道具来了 你有了这波出枪 SKS 这把枪真的是很难用 那旺仔的一颗雷尸 直接将小路给炸倒 SMS的优势到底有多大 就看VM能够拖FTY 拖多长时间了 FTY后面来人了 正面不好接了 小路倒的这个位置 能扶吗 被两边夹着打 一前一后 NEO的出枪 旺仔直接被放倒了 这局 SMS想要全都要 C5再达到一个永远 龙东拳的位置也被锁定 正面 旋子 来找龙将军 拜拜万字 来了 龙将军的位置 一个反坡 可以peak 旋子 先打到绝 再找龙将军 有烟雾弹 烟雾弹马上散了 听到了小布声 穿烟没成功 还有道具 继续打闪 75 侧面拉过来 龙将军倒了 只剩最后一个Monster 在一个第一点 没得操作了 打了一个能换分吗 没换到 恭喜SMS